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去匆匆的这种现象 就像那首大家都知道的诗一样 东边日出西边雨 道时无情却有情 风云多变 根据故宫御膳房提供的宫廷生活记录资料记载 百姓这一天要吃面 叫夏制面 有地方把这个心脉还做成饼磨的 叫做这个常心的意思 相传在古代时候 在夏制这一天 护松扇子 护松香囊 觉得很多人喜欢拿扇子 像文人默克一样 但香囊我们已经很少见了 在国外也有夏制这样的一个节气 比如在英国呢 比较有名的是发现了史前文明 一个巨石的镇 名字叫黑尔 叫Hill 排着这个石头呢 跟太阳的升起的位置 成一个直线 人们会在夏制的时候 聚集在石头旁边等待日出 在这个南美洲厄华多尔 当地人会从这个夏制的午夜开始 连续挑15天 在波兰呢 会放这个孔明灯迎接夏制 这么看来 这个夏制是一个很全球化的 很国际化的一个节日 由于年龄太大了 都快想不起来 哈尔滨夏天什么样 最热也就是六七月份两个月 八月份一粒秋 晚上就要盖背了 炎热的夏天 伴随我哈尔滨的记忆 就是凉席的味道 冰棍什么 童年的记忆 好像为了避暑人们吃面 就炸酱面 炸面不凉嘛 哈尔滨好像冰棍吸水 更多一些 其实在东北夏天的时候 或是蔬菜最丰富的一个季节 关注百度百科 苗董新课堂 让复杂的知识更简单 我是李健 桑拿天快要到了 记得关注天气通 防雨避暑 避雷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随时订阅